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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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继续询问她的看法 先不管她所说的身份是真是假 单从今天下七飞的手法来看 她吃定了我们手中的芭标 所以我们想要拿下以往的芭标 就一定要准备足够的银钱 明镜与说出了自己 对于今天招标的看法 而她的那些书版们 也都纷纷点了点头 只是这要拿出多少的银钱 才能够跟下七飞对抗呢 今年怕是要让我们大出血了 以往八标连终 四成的定银也就只有五百多万两 今年我们已经准备了七百多万两 现在看来只是杯水车薪呢 明镜达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何尝不知道 下七飞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要打金钱战 他们还需要足够多的筹码 你们也想办法凑一下吧 能凑多少就凑多少 明镜达沉默了半想之后 就对着自己其他几位兄弟说道 而众人倒是也没说什么 毕竟明家能否像以往一样拿下标 也是关乎着他们的利益 在让其余兄弟安排银两之后 明镜达就带着自己的俩儿子 前往了后院明家老太的屋中 不用说了 今天情况我都了解了 明家老太看到明镜达过来后 还是先按那住了他娘 如今这事该如何 虽然我让老二他们去酬银 但一晚上的时间 恐怕最多只有一百多万两 完全不够跟下七飞这么去拼 明镜达对着明老太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是他们根本就没料到的情况 自然也无法拿出应对的办法 太平钱庄那边有消息了没 明老太沉默了一会后 便询问跟他们一直有合作的太平钱庄 毕竟所要的现银 都是要走太平钱庄的奶奶 那下七飞的银子 全部都是从太平钱庄调出来的 如今太平钱庄已经开不出现票了 只能给我们开七票 但明日招标 我们拿出的只能是现票 此时明镜台也对着老太太说出了原因 如果不是当下局面太过于紧张 他们也不可能来麻烦老太太 随着明镜台的话一出 整个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沉默了半想之后 明老太问了一个 他们没想过的问题招商钱庄那边如何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也瞬间明朗了天下的钱庄 并不只有太平钱庄一个 只不过他们明家同太平钱庄合作惯了 对于其他的钱庄也就很难合作 但眼下寻找其他的钱庄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只是他们却没想到 此举正好落入了范贤的圈套中 招商钱庄一直都跟我们有合作的意向 应该是值得信赖的 此时明清达找到了出入 紧接着就让明镜台 准备着手跟招商钱庄谈合作 那么下七票那边 该如何处理 解决完钱庄的事情后 明清达又问向了自己的母亲杀了吧 明家老太的语气十分地冷漠 因为此人并不是他生下的骨肉 而是当初那个狐狸精所生 他究竟是死是活 明老太根本不在意 但绝对不能动明家的根本就这样 明家便也展开了自己的动作 而下七妃此时 刚从酒馆喝完酒 这一天是他感觉最爽的日子 不仅感受到了用银子砸人的快感 更是开始了复仇之路 他此时无比地感激范贤 只是却没有注意到 自己早已被人暗中盯上了 就在下七妃带着自己的手下 从酒楼中出来之际 天色逐渐升了下来 街上也没有了多少的行人 岳飞风高 正好就是杀人之夜 很快在下七妃等人 走到了僻静的地方后 只见寒光一闪 一把短刀向着下七妃杀了过去 而下七妃好歹也是混迹 江南的水匪 对于偷袭的事情再熟悉不过了 凭借灵敏的身子 直接躲过了这一刀不过紧接着 街上就出现了众多蒙面死尸 围绕在了她的身边 此时下七妃身边除了水寨兄弟 就是范贤派去保护她的众多亲兵 双方在对峙了一会后 默契地一同出手 刹那间刀光剑影不断地飞舞 而下七妃也凭借自己七品的实力 逐渐地打开了被围剿的局面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敌人中竟然会存在一个九品高手 而此人 也险些要了她的命远 本下七妃加上范贤的亲兵 对上这些杀手迎面很大 但却突然出现一个戴着斗笠之人 此人两步一拳 就直接击杀了一位亲兵 紧紧半住香时间 下七妃所带的水匪跟亲兵们 就被此人杀的所剩无几同样 斗笠之人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为了杀掉下七妃 在将杂鱼们解决得差不多之后 一个大跨步就冲到了下七妃的面前 随即拳风已至 此时下七妃只能够用尽全力抵挡 但实力的差距 让他直接口吐鲜血飞升出去 紧接着此人开始步步紧逼 今晚他势必要杀了这个下七妃 只不过就在他下最后杀手之时 一道强烈的剑意 制止住了他的步伐 此时出现在斗笠之人面前的 正是那四顾剑的小弟子 王十三郎三淡大师 没想到你也能来到这里 王十三郎持剑而立 身上的四顾剑意 越发地浓烈了起来 小十三 我劝你最好离开 虽然不知道你为何在此 但你若阻我 我必杀之 三淡的声音十分冰冷 不是在谈怕 而是在对王十三郎下达命令哦 杀我 你有那个实力吗 王十三郎不是不知道三淡的实力 当初此人一双铁拳 连自己师父都赞叹 不过他虽然比不上师父大宗师的能力 却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就这样 一饼短剑和一双铁拳 就对战了起来一旁的下七飞 看着眼前的场景自嘲了一番 没有范贤 他果然是什么都干不成此时的街上 两位九品高手的对战 成为了最亮眼地方 只不过王十三郎虽然不落下风 却也占不到太多的便宜 但你要认为范贤身边 只有王十三郎一位九品上高手 那也就大错特错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了 在王十三郎跟三淡大战之时 海棠朵朵则是坐在房顶看西 但见王十三郎打了这么久 都没能分出胜负 多少也是失去了耐心 王十三郎并不想搭理海棠朵朵 注意力全部都在 跟三十的对战上 只是自己大部分的建议 都被三淡的铁拳震散跟你师父比 你还差得太远 三淡说着 便双拳一句力 将王十三郎轰退了几步 看吧 还是要本姑娘出手 海棠朵朵没有继续等待抽出腰后的斧子 便向三淡砍了过去 紧接着海棠朵朵和王十三郎联手 很快就将三淡逼入了险境的两个九品 真看得起老夫啊 三淡一边吃力应对两人 一边开始寻找 自己撤退的道路 今夜截杀下七飞的目的 看来是已经失败了 明家给出的消息说是 可能有一个九品 但这两个九品上的出现 已经不是他能处理的了 很快三淡也抓住了空隙 飞身一跃 就离开了现场 王十三郎和海棠朵朵看到三十离开后 也并没有追逐 因为他们的任务 只是保护下七飞不死就可以了 此人是谁 海棠朵朵对于那位九品的身份并不知晓 便随口问了一句 一个杀手组织中的小头目 十三回了一句后 便带着下七飞 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海棠朵朵也是摇了摇头 反正敌人不是冲着下七飞来 就是冲着范贤来 跟他也没多大的关系 只是他也很想知道 后面范贤会如何应对 那么第二日招标 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